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学学这个化水术呢 张洛伟说了 说他可以教咱们一些粗浅的诀窍 比如说化水的时候 这碗他应该怎么拿 拿碗的知识 他也必须就在你对面拿的 这三个手指头就皮鞋的 这是皮鞋的一种知识 这个代表是三岩将军 我们苗主就是带有三大天王 三岩将军 不过张洛伟他也说了 你光是学会了拿碗那可不够 化水术真正的奥秘 其实呢在于拿着碗笔划的时候 嘴里念的咒语 那如果没学会这咒语 却硬要去表演绝技 后果那可就严重了 踩离口 就下火喊 我哥哥他们就去学 我说我不要学 我不要念咒语我就要去踩 你去踩 你也是人 你能踩我也能踩 我这么去踩 后来我就踩了 我伤了一个多月 我脚伤了一个多月 那我就刷了一个月 我后来我才相信 那这关键的咒语 能不能也教给他 哎 面对这个问题呢 张家兄弟说 不好意思啊 祖上有训 该不外传 他让这么多年了 是吧 都是祖传下来 一代传一代的 没事 人家都都没事了 从我老爸那里去 他说一代传的 不我们现在 不我们这里是第九代 看来啊 涉及到了人家的祖传秘密 学赵宇 那咱们是甭指望了 那怎么办呢 眼看这神奇的化水术 就在眼前 却揭不开里面的奥秘 那您说这事给弄的 这不是让咱们白找挠心 痒痒的难受吗 幸好啊 有人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谁呢 就这位 凤凰县人民医院的那颗主治医生 吴显顺 这老吴啊 那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 他从小就听着各种湘西绝技的传说长大的 他很清楚这一行里面的鲑鱼 他这个有的是周传 家里周传的 他不可能告诉你 我这个化着水 我有什么咒语 怎么化 那你一般你不跟他学习 他不是交给你交点 他不会告诉你的 不过呢 这次老吴觉得呀 咱们可以换种方式 来满足一下咱们的好奇心 什么方式呢 老吴说呀 说别的湘西绝技啊 什么赶尸啊 上刀山下火海啊 他一个内科医生 拿他们没办法 可是张洛伟他表演的化水术 是把这竹筷子吃进肚子里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让张洛伟呢 来做一个内科检查 看看这个筷子在体内 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哎 好注意 于是呢 很快有人呢 就去跟这张洛伟的交涉 说啊 既然你这化水术的咒语 咱们没法学 那行啊 咱就不强求了 好歹你做个CT 让咱们看看 这又粗又硬的竹筷子 在吞进这个肚子以后 被这个神奇的化水术 给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这总可以吧 哎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张洛伟呢 他也就挺爽快的 就答应 那么在医院的CT室 一番检查下来 老吴 他有没有什么惊人的发现 告诉你 的确有 不过呢 这是一个让人 非常意外的发现 老吴说呀 从拍完CT的这个结果来看 他很怀疑 这所谓的化水神术啊 这里面很可能有猫腻 是吧 有猫腻 那咱们可是亲眼看见 张洛伟他表演的时候 把竹筷子呢 放进了嘴里 然后呢 短短几秒钟的功夫 这筷子他就消失了 这要不是靠着神奇的化水术 把这筷子吞进了肚子里 那还能够做什么手脚吗 哎 关于这个表演里面 可能存在的猫腻 老吴啊 他是这么分析 是不是在去的时候 用张洛伟 看到竹 碰到竹签子 自己上没有吞掉 或者是在衣袖里面 或者是什么地方 他也没吞掉 就这个越难说了 障眼法 那这分析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张洛伟拍CT的时候呢 离他表演完吞竹筷 才不到一个小时 可这电脑上的CT结果显示 在他的肚子里呢 居然已经看不到筷子的踪影 食物残杂太多了 食物残杂 或者轴线子 或者轴线子 他的显影呢 在CT下显影呢 几乎差不多的 或者有的食物 显影比较 密度比较低 和这个显影的 显影的密度一模一样的 那就很难得分清楚 这结果意味着什么呢 一种可能就是啊 张洛伟的话 说太厉害了 在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呢 他就把很粗的一截竹筷子 就画成了牙签那么大小 甚至是完全溶解了 那以至于呢 CT结果上 他完全看不出来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这截竹筷子 压根就没进入张洛伟的肚 那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为这事啊 老吴呢 还特意请教了他的一个朋友 北京市育婴中学的张燕老师 那这位张燕老师呢 他是教化学的 对于竹子有啥特点 他是再清楚不过了 因为木头或者竹子 他都是主要成分 大约五六十都是纤维素 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 这个纤维素 要想把它融解 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用了是 一个是盐酸 一个是氢氧化钠 这是酸碱 强酸强碱 然后后来我想 有机种机也试一下吧 我就想到了用本 按照张老师做实验的结果来看呢 哪怕是用腐蚀性极强的化学品 把这竹筷子在里面泡上几天几夜 也很难让这竹子呢 分解掉 我大概模拟了一下 这个就是PH值 大约一到二这样的一个 PH值的盐酸溶液 我泡了以后 我发现这筷子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发现这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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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常都没有用这个 我发现这筷子